我在羅智翔超級雙標的你們 我都沒有罵我對羅智翔雙標 別的男明星啊 什麼亂X的 我都罵他們耶 我們想像就是X 我們想像就是棒 他亂X都沒有被傳出 說什麼快軟短笑 有沒有 我們想像做的就是實力跟口碑 我對羅智翔因為愛他 我才超級雙標 想像讓我賺那麼多錢 Lidia有給我賺錢嗎 Lidia有讓我賺錢嗎 成衣直播護航菜木炎博雙標 歡慶雞排妹 千科確定 所以我最近會瘋狂的開直播 網紅成衣26號 她喚氣40歲生日治愈 還開直播談自己好友 菜木炎 日前帶女兒上小S節目 表演拉大提琴 育兒方式引來網友熱議 這是可以表演的嗎 這一段 菜木炎是二不滿 髮文抨擊小S 讓網民怒火網上交往 好姐妹三金髮文換家 卻被大量網友抨擊很雙標 如果你要說我雙標的話 那我認為是因為我認識Lidia 然後我也很清楚 她跟她女兒的相處 Lidia的女兒拉大提琴的時候 她整場臉都很臭 她都 沒有靈魂 厭世 所以呢 以一般的大人就會想說 你是不是不快樂 拉這個大提琴到底怎麼了 你很痛苦對不對 你痛苦你說 是不是你媽媽 強迫你學大提琴 你才會這樣 我覺得非常的合理 我是認為說這整件事情 其實沒有誰對誰錯 我認為它就只是一個立場的問題 兩邊都是站在媽媽的立場 去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Lidia也是抱著一個 維護她自己女兒的立場 因為她也很擔心說 她的小孩會不會因為聽到 小S講的這句話 會受傷 小S沒有說爛 小S沒有說爛 我跟你說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小S不對喔 Lidia的女兒 她女兒並不是非自願性被她媽媽強迫去上這個節目 她女兒因為看著她去上節目 所以她很想要跟著媽媽去上一次節目 她女兒就對整個就是錄影的環境非常的好奇 所以她一直有希望說有機會可以跟媽媽一起上節目 第一個她是幫女兒圓夢帶女兒一起上節目 第二件事情 這個節目在一開始跟她溝通的時候 就是要來聊聊小孩學才藝 她有跟她們說 可是她女兒才剛學大體型 拉超爛 她有講她才剛學拉 非常爛 如果她今天要炫耀她自己的小孩的話 她不需要拉那麼爛還去 有些小孩她就屬於只要人多緊張 她就會臭臉 她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這才是小孩 通常啦 你到那種上台 你還可以參笑的小孩 那個就是受過訓練的小孩 譬如說去北海 小孩表演每個都 她的小孩 我要講的就是 她就是上台緊張 因為她小孩私底下是一個瘋子 非常活潑的一個女生 所以她不是不開心 她是一個非常快樂的小孩 遇到親情 遇到有情 還有你很愛這個人的時候 你相對的就會變得很不是你 你就會失去理智 你就玻璃心 所以你們要罵Lydia玻璃心 我覺得你們罵的非常的好 沒有錯 就這件事情來說呢 我不認為我雙標 因為如果我雙標的時候 我都會承認 沒有什麼好不承認 譬如說 Toyce被打 跟我被打 館長就是罵Toyce 支持我 是吧 那為什麼呢 因為館長愛我啊 WOWWOWOW 你娘好XXX 我在羅志祥超級雙標的你們 怎麼都沒有罵我對羅志祥雙標 我對羅志祥雙標到一個程度 別的男明星啊 什麼亂XX的我都罵他們 我們想像就是XX 我們想像就是棒 他亂XX都沒有被傳出 說什麼快軟短笑 有沒有 我們想像做的就是實力跟口碑 我對羅志祥因為愛他 我才超級雙標 想像讓我賺那麼多錢 莉姐有給我賺錢嗎 需要用錢的時候 錢自然就來了